哈喽大家好 我是奶奶 我现在在新疆伊犁 这里是天安山下的一个村庄 哈萨克族的村庄 风景非常漂亮 昨天我在这里过了一夜 这里还是比较原生态的 没有什么公共的设施 比如说用水用电 还有厕所都不是很方便 因为这边是牧区 现在我要去上厕所 给你们看一下 在这里是怎么上厕所的 那里那个小木屋 那里就是厕所了 我们每次上厕所 要爬这个土坡 然后还要翻越那个木栏杆 才能进去 这个不是违规的行为 都是这样的 都要放过去才能上厕所 那个木房子上面写的男 写的女 在这里上厕所 我们一定要在郊外 深呼一口气 然后再进去 现在我又翻回去 从厕所下来 这里是一个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也是没有怎么修建的 就是这种沙石地 我们的车就停在这里 现在我上车换个衣服 戴上妮可 我们去村子里逛逛 好了 现在我们去村子里 因为村子里是不能开车进去的 所以车都停在停车场里边 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穷库十台村了 这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原生态的 你看他这边的配套建筑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就从这个桥走过去 这里就是进村子的入口了 先经过一座木制的小桥 这里有一条小溪这样留下来 非常漂亮 根本就不用去国外了 在我们新疆就这么漂亮的景色 小木屋配上蓝天白云 还有云山树 这里的房子全都是木制结构的 所有的房子都是木制结构 有的房子历史比较久了 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了 但是进来以后我发现 这里的房子全都改成住宿接待了 环境就是这样的 一间一间的 这里本来是哈萨克族游牧民的房子 但是现在发展旅游了 增加收入 所以全部改成旅游接待 这里还挺好的 可以吃饭 住宿 每个房间门口有一张桌子 走我们去看看 房间就是这样的 这个房子里面有四个床 都是这样的 这个是没有卫生间的 都是公共卫月 老板 你们这可以吃饭吗 可以 住宿是多少钱一间 几个人 两个人 688一间 多少 688 是四个床吗 四个床也有 四个床的多少 488 两个人的那种贵一点 是吧 两个人都没有 哦 那688是哪种啊 这种688 哦 好的好的 谢谢啊 刚才问了一下老板啊 私人间的是488一碗 然后通铺的话是688 可以睡6个人 这边的条件啊 还有价格大概就是这样的 吃饭的话稍微偏贵吧 就是大盘鸡 一盘是198 然后大盘羊的话是248 这里呢 还有超市和商店 我们看到这些车啊 都是当地牧民的车可以开进的 那我们的车呢 就停在外面 走吧 我们去超市 帮猫哥买根烟 买根烟 买根烟 走 Niko 你要什么烟 烟比较少 有三种 兰州 玉溪 还有 这是什么 华子 哦 不是华子 这是玉溪 这是云烟 这里边还有卖蔬菜和水果的 我们拿个冰淇淋吧 冰淇淋三块钱一个粉色的 好少女的颜色呀 嗯 嗯 还挺不错的 因为我知道这边的奶制品都不错 所以说我放心的要了一个冰淇淋 爷爷您多大年纪啊 这个 嗯 这个线 我说您多大年纪了 我吗 嗯 81 哦有81啊 身体还挺好的啊 嗯 您是一直生活在这里吗 嗯 哦 你们家是在这边吗 还是在山上啊 哦 哦 你们家在山上 还是在这儿 在山上啊 哦 是这样 因为山上都是粘房嘛 就是牧民自己的家 爷爷是哈萨克族的 谢谢 谢谢爷爷啊 给您握个手吧 谢谢 再见 这一排小木屋挺漂亮的啊 但是没有营业 这个小院子呢 就是哈萨克族是牧民的家了 这个就没有用来做成客栈 这个应该是一个磨盘吧 是不是毛轮磨东西的 哇 这里好漂亮啊 像一个森林 前面有小溪 起码是怎么收费的呀 多少钱一个小时 80个小时 哦 是不是可以包一天呢 可以 一天多少 488 488呀 488 488一天 多少个小时呢 625 小时算还划算一点啊 小溪水很清澈 特别适合露营这里 你看我们家妮可 好害怕 她都不敢到水边上 妮可呀 你好好地走嘛 我们家妮可 牛马羊都不怕 居然怕水 一直要往那边走 妮可 过来 你是螃蟹吗 你要横着走 走 妮可 过来呀 过来 小朋友 这是你们家的马吗 哦 你多大呀 你多大的时候就会骑马了 六岁就会骑马了 哈萨克族的小朋友 六岁就会骑马了 好厉害呀 光到中午了 我们来这家餐厅吃个饭 现在我们找了一家店吃饭啊 这个消费也是不便宜的 这个野萌木炒肉是六十八一份 然后番茄炒蛋是三十八 但是分量很少 你看 花长大 因为我手比较小嘛 若是手稍微大一点的 男生的时候 真的只有花长大 一点都不夸张 很小的分量 景区啊 是这样没办法 但严格来说 它这里也不算景区 因为它的配套啊 什么的也不完善 就这边风景很好嘛 所以说人来的多了 所以说就水涨船高了 然后米饭呢是五块钱一碗 一碗啊五块 其实很多人说啊 出来旅游你就不要计较这些了 其实我也不是计较这些 就是分享给大家啊 就是这边的物价消费 是这样一个情况 光上味道怎么样 味道还不错 这个菌子特别多的汁 羊肉串呢是十五块钱一串 但是它一串很小 就是比我们吃到五块钱一串的 小多了 可能小于半吧 但价格呢是贵了三倍 这里呢 风景呢 确实是非常漂亮的 主要的玩法呢 就是徒步嘛 去走那个乌松古道 或者是骑马 这个村子呢 逛一下 要不了多久 可能半个小时就够了 这里呢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一路过来 风景真的是美如画呀 娜娜提草原啊 不是我们去是免费吗 我都没有进去 然后就一直往这边来了 但是各有各的玩法嘛 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啊 那山上看到没有 有点语言啊 不知道看得清楚不 不过明呢 其实他们平时就坐在那山上的 像这旅游忘记了嘛 就下来做生意 就是沾房上面 好了 现在我们准备开车 过去逛逛啊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关注我 我是娜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